欢迎来到骚卖娱乐增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 不要错过接下来的视频 这里是主要内容 猫眼年度网剧 迪丽热巴 杨幂 王一 和新剧排名前三 杨子排第九 序言 近日猫眼出炉了网络剧热度年榜 我们来看一下 都有哪些网剧进入前十 排名第一到第十的分别是 你是我的荣耀胡诸夫人 风起洛阳千古绝尘 一生一世爱上特种兵 真相你好 火焰蓝女心理师锦心似玉 这一十部网剧中 腾讯视频有四部 爱奇艺有三部 优酷有三部 说明腾讯视频仍旧是视频平台的老大 这一十部网剧中 有五部是顶级流量主演的 分别是杨阳和迪丽热巴主演的 你是我的荣耀 杨幂主演的 胡诸夫人 王一博主演的 风起洛阳 龚俊主演的 你好 火焰蓝 杨子主演的 女心理师 当然 也不是每部顶级流量主演的 电视剧 都能上这个榜单 比如杨幂主演的 暴风眼 迪丽热巴主演的 长歌行 李一峰主演的 号手就位 朱一龙主演的 叛逆者 赵丽颖主演的 谁是凶手 肖战主演的 斗罗大陆和 王牌部队 王牌部队没上榜 可以理解 因为该剧是 2021年 12月26日 开播的 留给这部 电视剧的时间 只有五天 即使肖战的 热度再高 也带动不起来 龚俊主演的 《沉睡花园》是2021年12月13日开播的 只有18天的时间冲击榜单 最终未能成功 在这里的夸一下风起洛阳 2021年12月1日开播 只有30天的时间冲击榜单 但最终升到了第三位 这一十部电视剧中名气最小的是真相 由陈兴旭 盖月希领衔主演 许亚军特别出演 刘畅 温真荣 傅方骏 赵龙豪等主演 从主演到客串 知名度都不太高 没有哪个演员有两部 或两部以上的电视剧上榜 说明没有出现一家独大的演员 大家的水平都差不多 但是有同一个公司的演员 同时上榜女心理师的杨子 和一生一世的任嘉伦 曾经是同一个公司的 后来杨子离开了欢瑞 胡珠夫人的杨幣和 你是我的荣耀的迪力热巴 一直都是同事 都来自家行传媒 一生一世的白露 和千古绝尘的徐凯 都是来自于政公司 非著名于平仁吴清宫指出 你是我的荣耀的杨阳 和风起洛阳的宋西 都是来自岳凯娱乐 请按赞订阅 订阅我们下期有趣的新闻 和分享的视频 你的支持是我们的 目标和影响 为建议更新的新品牌 谢谢您的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